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5 我們第三節也要報告一些消息 剛才還沒有很清楚的說 這個星期四的九時鐘 阿泰和阿近加上了一個節目 那個節目叫做《見國研習班》 今天左部大作文章 《見國班》也有 那邊怎麼說 那邊我找回 我剛剛才看到 厲害 我剛剛才看到 他們經常在聽網台 聽我們的節目 忠實聽眾 他聽這個議事報 還聽My Radio的忠實聽眾 那個是《大公報》 今天的《大公報》 原來是《大公報》 是《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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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其實很容易找 這些資料全部在Facebook裡有 在Facebook裡有 那他這裡少了 他應該 這個第二場 第三場就是 黃陽達 鄭松 太陳秀衛 和我切蕭子 第一場 第一場就很多人 第一場就有 謝二芳 一堆人 我們就沒事的 誰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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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他現在就把你弄出來 剛剛四眼哥哥上來 本土民主前線 Ray也在那裡 還有我們 雨傘九十後 他不知道那個是誰 他沒有畫出來 應該是 摘了臉看不到 厲害 港獨派 成幫派 建國派 有這些《大公報》 我們還可以輸 原來他旁邊有一句話 就說是有意在立會 有狂言躺著 有當選 這個是叫黃陽達的 好像 哈哈哈哈 好好笑 大公報 真是輪落到這樣 當年在抗戰時期 大哥 這個張桂聯寫的社論 真是 到今天為止 我自己寫文章都受它影響 因為我有一本《張桂聯文傳》 我當它補的 我有兩本書 就是看完再看 看完再看 一本就是《張桂聯文傳》 一本就是《飲兵室文集》 OK 看完再看 看完再看 我認為寫評論文章 這兩本書 就是聖經來的 OK 張桂聯當年的《大公報》 提出四不主義 《不黨不蠻不蠻不思》 這個是中國報紙 可以打進世界 在普立茲 拿普立茲獎 就是《大公報》 好了 輪入共產黨之手 變成香港《大公報》之後 就叫做《大師報》 扑你個街 這張《大師報》 專門散播謠言 共產黨喉舌 現在淪落做八卦 黃色小報 黃色小報 《耶路張雷神》 全都是黃事 現在在街上賣不到三百份 共產黨真是丟架 一份共產黨喉舌 舊時候還有輝煌的歷史 霸佔了別人《大公報》 《大公報》 《大公報》是由 《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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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造謠報》 現在 更糟糕 黃色小報 每天都要聽網台節目 或者在Facebook 找我們的照片 《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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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報紙 扮這些報紙的人 不死都沒用 我告訴你 還有 共產黨 找這些人來辦報紙 即是 不想亡都難 我之前聽過 好像是在那個預算革命期間 《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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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被人照上去 然後照費 他們在那個過程中 做得太太 你現在說到習近平 這麼英明神武 說到這些 主管香港事務的人 那麼英明神武 張德剛 看了一張報紙 淪落到這樣 你完全是不知道的,不要說你要說我們沒所謂,你益我,但你說的那些全部都是紫虛烏有的,不是紫烏去有,真的很好笑, 文匯報又製作了一幅,大力踩著鄭松泰,你真是墮落了這些報紙,還有你是拿人民的血汗錢來辦的報紙,你偶爾看共產黨未奪取政權的時候,那份新華日報有多高質素,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今時今日,你在香港這兩份報紙, 是洗人民幣的這兩份報紙,用共產黨在人民身上的血汗去辦的這兩份報紙,來宣傳共產黨,竟然墮落到這個地步,在街上只有三幾百份,真是,賤到無倫,還有好笑的,現在香港人已經越來越少,管這兩張報紙全部都是大陸下來的,那些不吃人間煙火,乾豆人工, 寫了鄭松泰就知道,平音,鄭松泰,那沒有的,那他簡體嘛,打翻平音下去而已,打翻平音下去,鬆嘛,這個人打翻平音下去,鬆嘛,鄭松泰嘛,鬆就變了那個鬆,鬆高的鬆,輕鬆的鬆,你說這張報紙有多墮落就有多墮落,但是很不堪, 我研究中國報業史的,大公報是一張報紙,我覺得真的很正的報紙來的,你明白嗎,我自己碩士論文是寫大光報,一張基督教辦的報紙,後來在抗戰時期變成一張走爛報紙,在廣東有幾個分版,然後培養了大批的報業人才,在共產黨佔領了大陸之後,這一班人南來香港, 成為香港的中文報紙的中樓底柱,我告訴你,就是大江報出身的,大公報來到香港之後就變了左報,兩張報紙,大字頭的報紙,我研究這個報紙,但他來香港之前其實是什麼,就是聯繫新聞報紙,他最麻煩就是,那時候他還沒有這張報紙,他是抗戰時期最厲害的,那時候就是宣揚抗戰,你明白嗎, 那張是一張戰時,就是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他是不黨不瞞,不賣不私,他是不賣國民黨仗的,OK,但是抗戰,你全民抗戰的時候,他就支持這個國民政府,對不對,有很多篇《四日論》非常精彩的,第一,有機會呢,我選了兩篇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張桂聯,你這班大公報,現在在做大公報的人,你真是愧對張桂聯,胡靖之,這些大公報的創辦人, 講他愧對,都是不對的,因為你這班是賊,你偷了人的報紙,是不是 很多年青,很多年青的一代,不知道大公報的背景,是不是 大公報,是中國,即現代中國,一份最有地位,最有公信力的報紙,當年,你現在,你寫得鄭松泰這樣做什麼公信力呢,是不是 現在好像一個星期報了一次,很簡單,我們上次講這個建國研習班,這個節目名,現在就變成了港獨建國開班了, 港獨建國開班了,你這班大公報,這班傢伙很自焚,好像常常說的,這些真的要自焚 我想說兩樣東西來的,港獨和建國兩樣東西來的 所以說起這班共幹,你真是食食米,最可憐的不是這班人,是給他下來做事,然後給他人工的,這些共產黨宣傳部的人,中宣部的人 這班人是垃圾來的,證明,所以你有多英明啊,你習近平,你張德江有多英明啊,是不是 喂,你在香港辦一張共產黨的喉舌,你都要似似樣樣樣,給人家水平看嘛,大哥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文大商是一個末生生的文革文館,他們寫的文章完全是文革時代的 其實你說他上去去召佩,我也是一件很諷刺的,就是環球時報,學了這種風格 反而香港這些左報是輻射回歸 你這樣說,我上個星期做節目的時候,我觀察到一件事就是 現在的明報的排版,之前是改版,改了前面有格仔 現在的明報其實越來越靠近大公文匯 在那個用式的排版上,我一立起手,我以為是大公文匯,但原來是明報 已經開始有一個趨勢,就是大公文匯當然做不住 如果有一些報,就已經變成類似這樣的 那是整體小報化的 是啊 現在是小報化的,其實兩張報紙都算是 在香港來說,譬如在五六十年代,都沒有現在這麼離譜 那時候,你也是在宣揚共產黨的那些理念 當然他們也有一個問題,就是你沒有彎轉的 八九年,就是在這個所謂六四慘案發生之前 文匯報曾經試過嘩辯,所以才有李子仲的 那個所謂痛心疾首的社論開天章 也都有這個程翔,劉瑞兆這些人出走 金瑤儀出走,金瑤儀有一個共產黨黨員 他在這個六七年的時候,港共暴動的時候 他是負責宣傳的,後來他去了美國 他都將他以前這些所作所為 都向公眾交代 那時候都是一支堅筆來的 他的筆名叫做管建子 他在這個集合,過了新的 新晚報的羅成芬,羅夫 他那時候用思維的筆名寫很多很好的文章 新晚報那時候,是共產黨一張 在晚報來講,是燒得的報紙 香港雙報曾經是成為香港銷量最高的報紙之一 在這個70年代 或者60年代早些 《香港相報》是一張專門做特發新聞社會新聞的報紙 所以我現在沒有時間 因為我不能做議員 我有很多事可以做 我做香港報業史 講講國共兩黨 在香港宣傳的角力 都已經可以出了兩本書 那時候這些《左報》是高質素的 我現在告訴你 即使我們大家理念不同 我記得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初生之族不為虎 我那時候在《香港時報》做採訪主任 二十多歲就做《香港時報》採訪主任 那時候我記得我跟金饒宜不轉 跟羅夫不戰 到金饒宜羅夫在八九出走之後 我也跟他有往還 我們只是當他偶像 大家政見不同 但後來恕途同歸 就是基於 人家那時候那些真是高質素 你明白嗎 我們跟他不戰多大膽 我有些文件現在留在這裡 是嗎 跟他們不戰 跟這些 那時候是左派的遇傳巨筆 你現在不是開玩笑的 是跟他不戰 初生之族不為虎 那時候我是國民黨 跟共產黨 大家兩張報紙在那裡不戰 那時候國民黨很保守 不敢跟他不戰 是我走進去 如果我膽操操 就是這樣 我們是很尊重這些對手 是很高的 我現在告訴你 好 後來好像羅夫 羅夫伯伯這些 對我們這些晚輩都很客氣 是嗎 金瑤瑜 他女兒那些 又跟我們那時候 大家作家協會 大家經常都是來往的 是嗎 雖然政見不同 但我們尊重他的風骨 還有他真是高質素 還有他肯承認 當初在共產黨這條船上面 是錯的 你明白嗎 是愛國赤子之心 到後來就覺得 有覺悟 是嗎 現在的大公報 整班都是垃圾 是嗎 你不要說 張貴年時代的大公報 被你蝕毒了 你只是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大公報那一班人 都被你蝕毒了 大佬 被你這班仆街 你明白嗎 現在這班真是仆街 文匯大公這班 做編彩這班 包括在裏面負責不正這班 全部都是仆街 六四是一個轉捷點 不是 因為你批評我們 或者你現在扣我們 武子 這些我都覺得無所謂 小報 又有人看嗎 張武子 是嗎 當笑話 你放上網絡 反而多人知道 如果你不放上網絡 沒人知道 大公報 文匯報 現在幫他推了紙 是嗎 不會推紙的 不會買他張報紙的 快拿的 不會買他張報紙的 他大陸消得多 還有香港的中資機構硬性要訂 這樣而已 這些就是欺上門下 自己欺騙自己 欺騙人無所謂 不要騙自己 你自己都騙了 很愚蠢 等於現在有政客 有些政黨 你自己騙自己 那有什麼為呢 正問 你看到這個大公報 特別對鄭松泰那種關注 我覺得 他追著我 我懷疑他裡面有一些 其實我懷疑 究竟香港那幫土共 和這些報紙的關係 會不會很密切到這種地方 很密切的 我見到一件事 例如你看回他們那些什麼愛字頭 或者他們那些任何的行動 他裡面那些的通報 是很消息靈通的 整個機器是很 譬如好像上次 上個星期 唯有幾個人走來有效的示威 其實只有四五個而已 四五個而已 但是他們是獨家的 獨家的 那些相片全部都是獨家的 他們全部有一個系統的 包括那些藍絲 佔領期間出來搞事那些 派錢有些人 有早頭的 他有領導的 有直接領導 有橫線 有中線 好像做特務一樣 橫的聯繫 中的聯繫 他不會交叉有聯繫 這樣 收了錢那個 就不知道誰給他的 你明白嗎 中間有走數 我聽說中間有些人走數 這個是共產黨 患忌來的 已經是 加上現在這麼多錢 更加好用 我覺得 沒有所謂 但是現在 一定要吹大這個 所謂港獨 一個 所以別人不肯得那麼多 你別的網台 又要搞政治那些 你不肯得那麼多 說一說網台節目 不然我可以做了一版 買廣告 真是殷酷 建國班 可以幫你賣廣告 節目叫建國原宅班 現在才正式決定 剛剛才正式決定 這個名字 剛剛才決定 在My Radio 星期四 剛剛才決定 現在不是在影視報 還在My Radio 星期四 9點鐘 大家記得要捧場 要令到建國研習班的收聽收視率高於毓民債掌 那就糟糕了,我怕你們期望高居,我們準備又不是那麼好,真是大劑 我推測他下一集,第一集出了街後,他是怎樣作新聞 我們打算說美國的Feders Paper 然後他又說有中央情報局的行為資助 又說收到外國的行為資助 密謀在制裁,以後香港獨立建國之後,完全變成一個用美國模式 這個叫建國研習班 我遲些,我可以在這裏說,如果我不做立法會員 我一定出一槍賦錢,叫獨立評論 即是你現在說,如果你不做立法會員的時候 這樣很多人會很失望,你又做又出,行不行 這個是後話,大哥,人不能剁開九輪 你不做立法會員,很多事都可以做 那你對我們的攻擊都少了,你怕我壓住那個位置而已 那我留一個空出來,給其他人有機會選到,那就不可以了 那仇恨又沒有那麼重呢 如果我們壓住在這裏,不是說壓賊 我除非不去選,就真的躺著就已經 難公佈所說的,躺著就當選了 那你上次2012年都已經是了,你還要走到其他地方 2012年,我基本上在我的選區被人炸營的 那我都沒見你的,那這個也不重要了 我剛剛才做完居民會 即是我想告訴那些,即是想取而代之的那些朋友 我剛剛才做完居民會 接著還排了很多場居民會 我今天在居民會裡,受到那些老人家熱情的歡迎 真是不好意思 每個見親我就抓住我的手,不肯放的 我告訴他 上個星期的生日會也是 我們這些事情恆常在做的 幫那些老人家驗眼,幫他安排 你上個星期的生日會 有人有人說你去開生日會 又不知道不做些什麼 那天開完會就去開生日會 沒有影響 這些事情我們恆常在做 點點滴滴 禮拜六我派了湯去 那報紙怎會登我這些事情 基本上沒有停 我在地區上面的對手 個個很清楚 那些民建聯啊其他那些 包括民主黨啊 房碧雲就說 有些錢不知哪裡來的 當然要收共產黨錢 現在他們都可以這樣說 你們經常不斷見大公民會 肯定是幫你們推你們港獨 然後搞我 和分裂民主派 也是這樣的說法 所以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道理可言 不用 不如很簡單 交換試一下 就是這樣說 交換試一下 還有一件事 喂 臨煙算魚 就不如退而結網 以其去抹黑人家 在Facebook打飛機 你少數人自我安慰 你搞個網台 威個王陽達 就行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不要跟那些快必 這些傻人糾纏 他是下士 你是上士 是嗎 是嗎 什麼 說 你幹嘛要應他 抱著 是嗎 找其他人去跟他糾纏 就行了 我告訴你 他每次開你熱狗 不然開你王陽達 不然開你王陽達 明顯是 他媽媽不斷捉住他 小婷一來拍戲就拍戲 這麼多事 幹什麼臭 不要報你老爸後塵 死人都很難看 拍戲就不要虧本 不是身家好口 不過教主 你看回現在 整個 譬如你今天民主黨 就走出來割席 有些說香港本土 就走出來割席 說這次剛剛這樣 他們又不同意 又不認同 這些行為 但其實你看回 但反而民情 整個狀況 他們完全跟不上香港人 那個社會的演變 你看回頭 其實那些人不會說你 最多說你 他不會說你 反水貨 反走私是有問題 他最多說你 你不如在第一天 反水貨 反走私 他最多這樣說 基本上 你反水貨 反走私也不會 搞陷那些美女 不要靠她這麼美女 是說這些 別踢人的東西 但反過來 這樣說 你認同了反水貨 反走私 這是什麼示威 你只是說 你做的方式有問題 方式有問題 你現在這樣 反過來這樣去說 所以這個是跟兩年之前 很不同 兩年前你想回頭 就是在DNG 或者你那時候 唱紅打黑 在街上遊行走的時候 你不是故意指著一個字遊行來罵 你隔空來罵那字遊行 他已經鋪天蓋地說 你們罵人不對 現在不是 現在是說 你整哭那小妹不對 但是 說法就是 你走去 你走去罵她的老母 就沒有問題 是啊 是這樣的 你罵她的老母 就很久 為何嚇到那小妹 但實際上 那個小妹 是那個老母嚇到她 你看看片段 叫她老母發瘋 所以她哭 就是這樣 那個小妹 其實那個小妹 也很慘 你認識爺那個小妹 她叫媽媽不要吵 媽媽發瘋 就哭 在情急之下 就哭 但這個也不重要 我覺得 有些人 很簡單 自己已經落後於形勢 你又不肯跟上 那又免懷過去 那就這樣 就處定做失敗者 簡單而已 那時代是進步的 是吧 你誰行得最適 所以如果這樣說 我代入回來 他們那班 譬如可能民主黨 或者即使去到 長毛 沒有那個角度去看 又不到他們不急 可能他跟不上民情 或者他不願意這樣做 但當他意會到 其實十個有九個香港人 都在說反殊 反走私 是做得對的時候 他們急的就是 政改萬一一通過 又或者真是有鬼走掉的時候 其實整個香港的民間群眾 是不會再相信 現在台面這一群民主派 不通過有自可 通過了這一群人 是全部一起入棺材 那你還有什麼 立腳點 那他們急的就是 他怕 你如果真是這個 所謂驅王 反水或反本土 成勢 而政改是突然間 有鬼過了 他們這群人 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站的 所以 反過來 你說對我來說 他們急不急 我現在我覺得 他們應該很急 你們應該很急 他們覺得自己大半生 奮鬥陀螺無功 他也未必會去到 這麼坦白的反省 他覺得他們 還相當有影響力 但是 如果他看通形勢 就知道 也是我剛才說的 一定要知進退 你不知進退的話 就真的很難搞 形勢已經很清楚 你現在看到共產黨發瘋 在那裡 是聲討什麼人 不是聲討你泛民 你已經是倒下去的霸子 用共產黨的說法 他看到整個佔領七十幾 你們那些人的底去到哪裡 看到你們動員多少人 你們能夠動到多少個輿論 你們那些人還有多少個政治能量 看清楚了 所以你說見到這件事 就是他不能夠捉摸 就是不能夠捉摸 突然間無端的 又沒有政黨 又沒有團體 有些人走出來 到處走 然後指著那些人來罵 指著那些人來罵 那你不怕 但是這件事 你一定要理解和明白 搞成這樣 就是 是因為整個政府政策 搞得香港那麼差 那些人才會走出街 連周潤發都會說 不是 連發歌都會說 大哥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密切留意 或者這個星期四 九點鐘 一定要聽 這個建國研習班 我們這兩天都會在網上 開一些Facebook group 再引擎你們 可能這個節目都應該有一個page 你們自己去搞 另外就是我們要做些宣傳 可能你們兩個就要拍一個宣傳片 不斷地播 希望多些人可以看這個節目 聽這個節目 原來保住鄭松泰 保住 拜拜